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華信證券同步大師兄孫武仲 今天是2021年2月2號星期二 很高興又在這裡為大家解盤 我想各位投資朋友 本週看老師的節目 今天應該知道老師講得非常準吧 上個禮拜老師有沒有跟各位講 先下這禮拜就上風寬 上上禮拜老師就跟各位講 這兩個禮拜上個禮拜就是先下 這禮拜就是上 這禮拜有沒有上 上個禮拜五中錯 老師在明娟的股市現場 就跟大家講本週要上漲 我說禮拜五那種殺盤殺完了 整個盤就要上去了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你要知道當行情 你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你該怎麼賺錢 老師就帶我的會員大賺了 兩個禮拜都大賺了 知道怎麼看有行情 你也知道怎麼做 怎麼利用大波動來拼倍數啊 老師打賺了 拼到了 兩個禮拜加起來超過200% 兩倍啊 誰人教我賺了 誰人教我賺了 拼近百里 誰人教我賺了 怎麼做 老師現在教大家 我不是在說事後諸葛亮 老師事先都跟你說 行情怎麼走 對不對 我當然要報我 我也跟你們說要做什麼 做選擇權對不對 老師是不是跟你講 做選擇權 我在我的節目也有說 我買下去了 上禮拜的節目也說我買一個扣 當時買我沒有賺到錢 但是我買到相對低點 我知道 集殺下去就是買 拜就拼 拜今天再補 連補兩支 我今天賣掉 賺一百二十幾% 超過一百二十幾% 怎麼做 老師真的要教 我們要知道 利用這裡高檔震盪 邪惡第五波 這只有波動大才能做 所以老師跟你說 很多理財工具 你要懂啊 老師是雙分析師 才會懂 你的老師有的 只會做股票 只會十多頭 你不知道這個時候 該什麼用什麼工具 老師告訴你 這個地方 該用什麼工具 為什麼要那麼多商品 就是在同樣的時間 同樣的環境 你要用什麼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環境 你也該用什麼 老師應該用策略 選擇前 選擇前 有兩個 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你把他當作兩個商品 一個叫做 可樂 一個叫做 葡萄 對吧 你嘴巴買可樂 啊 葡萄色會流下來 所以你看 流下來的熱 你就去買葡萄 你看嘴巴 沒泡泡 可樂 不不不不 往上走 你看的氣 你還要買可樂扣 名義叫做 扣 叫做買權 put 叫做賣權 我們看成簡單 叫做葡萄 葡萄成熟食 對方前 去到進步 要掉下來成熟食 我們就去 買進葡萄 讓它掉下來 我們在那裡吃炭錢 你嘴巴 葡萄要去 葡萄要去 葡萄往上漲 你去買扣 可樂 這樣就簡單 你就記得嘛 你看去 葡萄往上漲 你買可樂 你看去到 觀點不上 葡萄要掉下來 你去買葡萄 這樣啦 所以看多 買put 買扣 看空買put 扣就是可樂 put就是葡萄 你如果看人家 叫做 買權 賣權 那做的價位要做 在價平或價內一點 那相對 風險相對很小 買賣價外很浪漫 雖然倍數比較多 但是輸的機會更大 掉的機率比較小 所以老師都會操作在這裡 那波動要是不大 我們就不要做選擇 我們要做股票 或者是期貨 所以老師會把你打 所以你要做什麼 你要知道 時空背景 才知道用什麼武器 你不可以拿一支刀 就像我們主菜一樣 你不可以拿一支刀 從頭到頭到尾 你不可以拿一支刀刀 不可以拿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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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拿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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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兩周就是賺錢的好資金 賺錢比速度還沒有 老師有沒有大陣 波動大掌握大盤方向就有這段 老師就跟你講看盤 不是看什麼KD黃金交測 什麼死亡交測 你根本賺不到錢 看懂結構 老師就跟你講結構結構結構 你現在會了吧 你懂了吧 你就知道 看了老師一個月兩個月結婚 就知道老師準得很高 有準嗎 你搞這個節目你往前看 準得倒不掉 你看股市現場老師在正名圈的節目 這樣改變的 有恐怖了 現在老師大師兄在節目照明 這麼準 老師看懂結構 你的老師都只會看技術分析 講基本分析 不是 看懂結構就是融合了 你要融會貫通 所以要先看得懂結構 然後去訂定策略 這才叫真的看懂趨勢 大家怎麼探集嘛 然後再來就是要控制風險 大賺小虧就是人家要再來控制風險 賣在轉折點 每週倍數獲利 不是夢 航情 保障這些東西你都看不然不會做 今天一定很多人說 我才去四百多點 我都怕要四 你做機會你賺到錢嗎 我不相信你會賺到四百點走 你賺不到 你賺不到 也保障太大 我不相信這樣輸下去 你撞得住 你做機會撞得住 所以是要老師說 這時候不是做機會是做選擇權 你才抱得住 兩週獲利 賺超過兩百趴 給你看 你看到兇頭 你有沒有看到老師買的店嗎 真實操作 一個 那個 上上禮拜 你年 你年 W4 我要分 要分 我都大半要下來 先下 後上先下 我去做先下 買分 葡萄成熟食 下來 看著買到 鯊頭有水嗎 我買到那天 我都不是買到最低點 買到相對低點 我買到附近買 買到附近買到附近 再買一天 過天就開始 堕堕堕堕 我當然不是買到最高點 我不是買到 結算前一天 我結算那天 買到 賺買一百趴 這個 來 拜十 拜五買 拜五買 看著 那天拜五大了 老師買 我不是早沒買 我要將近買半買 買多買 最好想多買 我當然買不賺錢 了 過天拜 補 就起來 就賺錢了 今天補 還有一支 今天賣掉 賺超過一百二十趴 兩禮拜加起來 賺超過兩百趴 誰人家賺得比 買到全車店有水嗎 都穿價成交啦 都知道你買的啦 你搞不好 我買比老師那麼多啦 老師在節目你去看 拜五我有說我要扣嗎 你看老師的節目 我有說我要扣嗎 蛤 真實操作啦 有圖 有真相 看著鏡頭沒有啦 看著要的轉折點嗎 看老師跟你說 封關前兩週 先下 後上 我就跟你說要這樣操作 先下 我就要什麼 撲到 不要撲到 後上 我知道要後上 我拜五就是什麼 跳鈴鐺 跳鈴鐺 哭 拜一有把你跳起來嗎 今天拜一有把你打開嗎 今天拜一有把你打開嗎 有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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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在民宣節目也這樣說 大家看拜五台下 走到要死 咪咪咪咪嘛 我說這個盤 這禮拜就起了 有準嗎 台積電今天起21塊 震盪300多點 成交 起349點 今天台積電又重漲金錢 台積電重漲金錢 所以你會看到你的股廟都沒什麼去 去輸人正常的 我不會跟你說 這叫資金悄悄白 其他相對落 這叫民宿對膠棍的盤 老師跟你說幾禮拜 民宿對膠棍 說幾禮拜 我跟你說一個太陽獨牆 上個禮拜就要回來 新月無光 一個人的武林 結束 台積電回到垢底部 就要上漲 上個禮拜大跌 總共跌了1,100點 這兩個天又漲了600多點 轉折了後 漂亮 看了你的怕嗎 這行情 老師跟你說太陽 老師跟你說 這禮拜兩萬九月 今天大企兩萬九月 剩三千億 剩三千塊六十七億 那又怎麼會 我還說波動很大 封關亮縮 波動大正常 因為有人要下車 有人要趕緊鑽車 要賺過年過的紅包行情 想下車要趕快 想要下車要趕快 想要鑽車 去三百點再去四百點正常 這個量說上漲 這跟你看什麼量 沒什麼關係 這個只是正常的 你在股市 你有經驗 有行情 你就知道資金行情怎麼做 老師就跟你講 資金行情的封關前 前一週就是要先下 人家要下車 封關前一個禮拜 就有人要報股過年的 就會陸續上車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資金敲敲板 老師跟你講 這個盤還不結束 金金掌的格局 還在這個過程 中間會洗刷刷 洗刷刷 波動大 你再帶我來做期貨選擇權 當這個波動變小的時候 老師再帶你做期貨或 叫做期貨或股票 要知道時間 要知道現在是在做什麼 現在就是要空戰 要海戰 要陸戰 你要搞懂什麼時候 要陸戰隊 你不怕要領兵作戰 才會賺到錢 而不是這樣子 全部都派陸軍 結果就這樣 變成這樣 一空氣全部死光光 對不對 不是一成不變 不然會用多種金融工具 要教你怎麼操作 為什麼要學那些 打開 再來台前去兩天 名字後去去什麼 淚古倫董 老實跟你講 今天淚古倫董 沒什麼事去 很多的投資朋友都說 我們去台積電信 又來買台積電話 都去兩天 名字又要蓋了 在波動行情 輪動行情 資金 就是這樣子 你懂你就會 你不懂 你看不到你就 瘋瘋瘋瘋瘋了 看有你就 倒上 卡甘 簡單到要試賺錢 多困難 倒上 是你會做 不會做 你會做還是不會做的問題 賺錢怎麼會很困難 老師是不是跟你講完 事先 兩個禮拜前 就告訴你 封關前行情怎麼做 那是不是先下後上 大盤 咻 好準了 那是不是這樣 回一個禮拜 崩上去了 市民一堂都會跟你講 第二禮拜都會跟你講 破月線 破月線 長黑代列 死掉了 什麼 我在面前說 沒有死 你這個時候 不要去看什麼月線 週線 五日線 一對人來講什麼 五日線 十日線 黃金招差 死亡招差 你看全部有準嗎 是有準一對 是不是都用白來白去 上個禮拜 停順 這次又打開 你是不是又打死了 你做機會 是不是又打死了 600點 你多打 保證金一個沒有 保證金沒有 你都會 你做到的做對的人 有賺多少錢去吃啊 頂多賺一百兩百點 你就趕快下車了 這不是嗎 老師是不是講到你心裡話 你吃這個做選擇權 你有沒有摸得住 因為你風險 最大損失就是你的權利盡 你風險 控制做你不會怕嘛 就像老師這樣子嘛 是不是上個禮拜 我們報五天 結算出來 賺100% 不夠100% 將近100% 這禮拜賺超過120% 加起來超過200幾% 有嗎 有嗎 待機店 第二禮拜要死 老師是不是會說不會死 啊 是不是不會死 是不是不會死 是不是不會死啦 要有準嗎 資金當然是不是 又是在這裡啦 啊 是不是 台子旗 啊不漂亮 做行情就是這樣啦 了解嗎 老師是一回說 因應策略選擇權 開大獎 開大獎啦 是不是走全只股啦 是不是啦 賺錢比速度啦 你看股票是不是還是這些啦 你看星期五老師講什麼 面板 看到沒有 走勢有波動啦 明天要去電子集團股了啦 你不知道啊 你自己看老師頭前的節目 老師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每天講時間的關係 時間的關係 好 那我們就今天介紹到這裡 有興趣跟著老師 賺大錢的 這個時候把握這個時間 大波動 跟著老師做期貨選擇權 真的要把握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過了 理想跟著老師做 老師不見得要收了 老師是要帶回玩探機 我不是要探你的回玩 就是這時候適合做什麼 老師就告訴你做什麼 不適合做的時候 老師就告訴你 要避開就要避開 這個才是一個專業的老師 誠實負責的老師 該做的動作 還有興趣的電話播進來 02-239-23988-239-239-88-223-88 祝大家心理快樂 祝大家獲利賺大錢 红包滚滚来 谢谢大家 谢谢